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构思锦绣文章之时端起暗头的燕滴 滴水浸墨、清赏把玩 可给精神以短暂的气息 因此燕滴常常兼具使用功能和艺术美感 而藏鱼馆中的龙泉窑青瓷周形燕滴 胎质细腻洁白 右色呈粉青色 即使身藏近千年 依然如水晶般 其中一般起力无比 烧香 亦是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通过石香、品香、永香等方式 修身养性、陶冶情操 熏香时 烟雾从香炉中鸟鸟散出 飞烟若云 石浓耕薄 榨巨环分 龙泉窑青瓷古丁三足炉 同馆藏的其他香炉 皆是用于品香的珍品 炉腿的兽足 寄托了人们幸福安康 福禄双全的美好心愿 而瓷器周身的开片裂纹 则为香炉增添了别样的美感 无论是小盏吹胚长冷酒 深炉敲火炙心茶的闲情妙趣 还是挨纸携行 咸做草 情窗细乳细分茶的淡淡惆怅 茶都是文人永怀银送的最佳伴侣 古人讲究美食不如美气 植壶、茶盏等茶器品类繁多 造型文饰优美 藏于馆中的定谣白词直壶 造型典雅流畅 光亮银润如玉 扣之发音如庆 精美的茶具放于桌案之上 茶香熏秀 活活分茶 千年满方景 古运意欲航 珍贵的文物见证着时序的变迁 在岁月中闪烁着意义的光芒 今朝回首 流传的珍品以全新的姿态再现 与军共领古运真意 探访中华文明之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击